我难道没有靠自己长的粉丝吗 1000万就全是加公司长的吗 我问你啊 首先你如果说不是靠公司 你就停留在300 你没有热度 你没有这个标签 人家会关注你吗 你发作品会有人看吗 我先问你 首先你现在说你到了1000万 你现在有有知名度了 你现在就很拿傻了 是吧 对吧 行 我到了1000万我就看啥了 我说的是我 我本身自己就有300万 我自己难道没有在别的地方找点粉丝吗 可以啊 行啊 你自己长吧 那你要是执意这样的话 那真的 我刚刚已经跟三个说了 直接律师喊 不希望走这一步 你自己好生琢磨 好吧 律不律师喊 我请你们公司专业一点 具体的详细数据列出来 对吧 你们后台肯定会有数据的 对吧 那行吧 好 具体的数据列出来 送到这里 大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明白吗 行你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你别急 107 还有钱财给你了 小佳你是多少来到公司的 多少粉丝 107 300 300 300 多少我忘了 3600应该 就算你370 可以吧 370万 可以吧 370万 1071 1071.3 12.3 10713 123 个词 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减 3700 你来公司 涨了差不多700万粉丝 对吧 700万 我们按王哥那一套算 妹子你要具体数字是吧 700万 对我要 700万 粉丝 乘以 3吧 2100万 哦 完了 但没有了是不是啊 嗯没有 就2100万 还有吗 嗯没有 嗯 你能说了算是吧 就是你能说了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了算 我这个钱给你拿了之后 他现在这个好贵不归他所有 这个大家说明白了好吗 指定归他所有啊 指定归他所有啊 拿了就是能归他所有啊 是吧 那能拿出来吗 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觉得你可以为你的公司做着 这个价位就可以了 那就这么定了 不就是一春吗 你等着我过去就可以了 好吧 好你别急 等一下啊 我先给你拉一下他们个人私人员 来 这个小畅畅进来 小畅畅进来 来告诉他 告诉这个女的 小畅欠你多少钱 欠我2万 2100万我都拿了 我会借你这2万块钱吗 你开玩笑了吧 弟弟 小畅 你在跟我开啥玩笑 你刚才说加他好友 加他好友 2100万 谁再给你开玩笑 咋他 你加我好友来 你加我好友 我欠你2100万啊 你算 你算 你算哪根从 我加你好友 你加我好友 你加我 那你把2万给还给我 你就说换我 我不用加你游戏卡了 好吗 直接发卡号给我 讲到我不讲话 直接打卡号给我 明天把钱打到你的账上 好吗 我觉得你们的公司和财务 也不够专业的 好吧 2000万你 你在逗我 你叫2000万几个零吗 姐姐 我不叫他几个零 你是不是得上很久啊 就可以了 好 你先上卡点有多好 莫子姐姐弟弟 我姐姐在创业的时候 你可能在霍泥吧 好 行行 你厉害 你厉害可以吧 好吧 我这么没见过世面啊 来亲手 合脚脚的 可以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这个有点猛痛啊 来 你们这个 你这个 亲手告诉他 欠多少 妹子 我首先跟你说啊 我看你在那里面装逼 跟猛狗似的 你脑装逼 别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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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借我钱 他也不借我钱 你不欠你钱 你上个 你不欠你钱 你算哪个人 你不欠你 不要说话 你老婆说什么了 我不是你 你上个人说什么了啊 你啊 你逮到我什么 你逮到我 就你你也逮到我 你身上不满 你逮到我啊 你说他没后 录你的音量什么 我录你什么 我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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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起来 兄弟们 我不播了 这事情我也就这 这样到此结束 好吧 到此